我是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袁硕 在网上我喜欢叫自己何森堡 我之所以给自己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特别崇拜一个德国的量子物理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海森堡 但是我觉得他的知识就像汪洋大海 我的知识就像涓涓小河 所以他是海森堡 我是何森堡 这次借助Hotel Life平台 我希望以我这几年的积淀 以及对历史的认识 为大家呈现一条历史的暗线 那么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从这简文物开始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北京猿人他们生活在距今70万年前至20万年前 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龙固山一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或者说有没有觉得这事有点不太对劲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是这样一个结构 但是大家都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这个样子的呢 只有湄公以上的位置有 脑门这个地方是有的 湄公以下脸这个位置却消失了 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 问过无数来访的观众 以及上百个学校的学生 他们通常给我的答案是说 这个湄公以下脸这个部分可能是被腐蚀掉了 可能是被某种外力击碎了 当然他们的推测都有自己的逻辑和道理 但是今天在这个场合下 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德国古人类学家的推测 大家可以听听他的推测能不能说服你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件文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16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爱尔兰主教 他根据圣经得出一个结论 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号早上9点 由上帝在伊甸园创造 所以在数百年间的时间里 我们人类就天真地认为 这世界历史只有不到6000年 后来等到了19世纪的时候 一些古人类学家发现了其他的一些人类化石 当时我们学者推测 也许人类历史两三万年三四万年 大概也就是这个水平了 一直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龙古山的那个山洞里 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后 一下就把人类历史推到了距今70万年以前 当时世界各国学者欢欣鼓舞 他们高兴疯了 甚至有人说这种话 说人类历史就是从北京郊区开始的 北京郊区就是人类历史的源头 大家可想而知 当时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对于人类学界 对于整个知识界的影响和震撼有多大 当时在中国负责研究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 并不是一位中国学者 而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古人类学家 他的名字叫魏敦瑞 有一天呢 这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骨骨化石的时候 就发现一件事他觉得特别奇怪 怎么想都想不清楚 什么事呢 他发现在所有的北京猿人骨骨化石里 这头骨跟四肢骨的数量 无法构成正确比例 什么意思 大家看啊 人通常来说是一个脑袋 两个胳膊两条腿 对吧 所以就算这人死了 变成尸体 变成骨头 最后哪知变成化石 这头骨跟四肢骨的数量之比 也至少应该是一比二才对 因为一个脑袋两个胳膊两条腿 一比二 这才是正确比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魏敦瑞发现在山洞里 所有的北京猿人骨骨化石里 这头骨的数量明显过多了 但是四肢骨的数量 却无法和头骨构成一比二的正确比例 当时魏敦瑞就想说 这是为什么的 大家看魏敦瑞先生这个思路特别有意思 首先他提出了很多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想 他想是不是考察队员粗心大意 有些化石蜡在现场了 没拿回实验室研究 这很有可能 对吧 听起来很有可能 但是魏敦瑞仔细想了想说 这种可能性虽然有 但是并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考察队对现场进行了 非常认真仔细全面的挖掘 别说那种大块骨头了 就连那个碎牙和那骨头渣子 都从土中筛出来拿回实验室研究 所以说辣条大腿在现场 这也不太可能 后来魏敦瑞就想想 是不是野兽讨厌呀 野兽它破坏了现场 它看这块骨头 这野兽就顺着给叼走了 这听起来也很有可能 对吧 但是魏敦瑞想了想说 这种可能性确实是有 但是不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这些骨骼已经变成了化石 上面没什么肉可以吃 所以野兽吃它是没有意义的 就算是在几十万年前 北京房山区那个山洞里 有野兽想吃那个新鲜的带肉的骨头 理论上来说 它应该把所有带肉的骨头都吃掉 对吧 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个山洞里附近 也发现了一些这个粪便化石 野兽留下来的 这个粪便化石里头 还有一些骨术渣子 所以说明了这些野兽 其实并不介意吃骨头 所以应该只要带肉的地方 它都应该吃掉 它没有必要专门留下脑子 而吃掉四肢 这也是说不通的 后来这维对瑞就观察 发现这个山洞底下 连着一条长长的地下河 这维对瑞就想了 是不是有时候 这地下河的水位太高了 这水漫上来了 把骨头给冲走了 维对瑞想了想说 这种可能性虽然有 但其实也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水是没有意识的 对吧 不可能骨头扫落在地上 水哗啦一下冲过来 专门绕着脑袋走 把其他的骨头冲走了 然后呢 留下脑袋冲走四肢 这其实也不大可能 各种可能性都排除掉了 只剩下一种可能性 那维对瑞突然想起来 也许在几十万年前 北京房山区那个山洞里 有北京猿人 拎着别人脑袋回来了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而且是最恐怖的一种可能性 这维对瑞顺着思路望虾一想 果然发现 在这个头盖骨上 有明显石器打砸的痕迹 煤弓让人拿石器削开了 后脑被石器击穿了 所以这块头盖骨的主人 在几十万年前 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龙谷山那边 他极有可能是被别人杀死的 那个凶手用石器 或者说用武器吧 杀了他 尸体 其他的地方的肉 大部分就利享用 脑袋得需要专门处理 怎么处理呢 魏德瑞顺着思路望虾一想 立刻就想起了一件 他觉得毛骨悚然的事情 在太平洋地区 无论是玻璃尼西亚地区 还是美拉尼西亚地区 还是密克罗尼西亚地区 这个太平洋海岛上的石人部落 非常的常见 这些海岛上石人部落是怎么吃人的呢 他们把要吃的人给抓过来 然后一棍子给拿死 接下来让这人尸体平躺在一个架子上 他们找一种特殊的工具 把这儿的后脑给凿穿 大家知道后脑一旦被凿穿之后 这脑子里脑浆和血就吸得哗啦都流出来了 他们底下拿一个容器接着 结满之后每个部落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有的部落是直接把脑浆给喝掉了 有的部落是把这个脑浆和血泼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着手 吃这人的脑袋 这人的脑袋怎么吃呢 诸位是这样啊 其实人的头部 尤其是额头这个位置 是非常非常硬的 硬到什么程度 我其实有过12年的格斗训练经验 而且空手道在全国都拿过名次 但是我想告诉诸位的是 这十几年的格斗训练经验 告诉了我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人的手并不适合当武器用 为什么 只要大家观察一下手的结构 你就可以发现 人的手是有很多细小的关节 韧耐和软组织构成的 这个结构并不稳定 就算是你把它握成了拳头 手的强度都是不够的 原来我在外边跟别人比我的时候 拉开空档 咚一后手拳 打着脑门上来 人家脑门没事 我手直都脱脚了 所以大家可想是知道 人的额头就这个位置 它能坚硬到什么程度 就迎头一撞 能把人的拳头都给撞碎 当时那些食人部落也发现这问题了 说我天哪 这脑门这么硬 它怎么吃呢 难不倒他们 他们是吃人的专家 他们直接就把那尸体 从架档拖起来 让这尸体平躺在地面上 接下来找起块大石头 举起来哗叉一下 就把这人脸给灌碎了 接下来把这石头搬开 把里边砸了那些什么眼珠子 脑袋抠出来吃掉 当时那些探偏海岛上 尸人目落 吃剩下的人脑袋 都跟北京原人头盖国画 是那个结构一样 就是只有湄公以上的位置 湄公底下脸那个位置 却消失了 所以诸位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按照魏敦瑞先生的推测 我说推测 尽管后来有些学者 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在几十万年前 北京防山区那个山洞里 发生了怎样的惨剧 那个山洞里 曾经生活着一个石魔 他喜欢到附近 用武器去猎杀别人 把别人杀了以后 尸体当然大部分就能享用 脑袋需要用石器单独处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北京防山区那个山洞里 曾经发现了五块 北京原人头盖过画室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又发现了一块 结构都是一样的 都是只有眉弓以上的位置 眉弓底下那脸的位置 却消失了 这说明这些头盖骨的主人 很有可能 按照魏敦瑞先生推测 都是被那个石魔吃上去的 但是那个石魔 自己的头盖骨 去哪了 或者说北京原人 这种古人类 他最终的归宿又是如何的 这恐怕就得从头开始讲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